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要开箱一个本地的品牌 这个床单品牌叫做Gaias 好像Gaias这样 是Gaias 很容易记事是 第一次他听到什么Gaias 是Gaias 是一个蛮新的品牌来的 嗯 我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睡的也是这个品牌 因为觉得不错 OK 很好 所以我们就在reorder 好了 现在我们就开箱 你看 为什么之前的packaging不是这么漂亮的 对 这么精美的packaging 是为了配合他们三周年的纪念而做的 我看到我的名字 Eco 耶 很用心啊 是 真的的确是 现在我们开 我订了两套 好像收礼物这样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买来送人的 送礼的好家品吧 你看 嗯 白色 到最后我们选色的时候 选来选去 还是会选回白色 品牌的传道 我们一定会买一套白色 Jung Wung 因为白色 我时常说 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到的颜色 五星99店啊 都一定是用白色 有很多原因啊 第一就是容易看到脏 我们的婴太太是有洁癖的 一看到脏呢 就不能就拿去洗咯 然后第二就是 配任何的设计空间呢 都非常的白大 再来就是 白色容易清洗 因为有什么事情呢 用漂白水就可以了 而且你不管是用多久 它也是看起来分不出性还是旧的 我们十多年前的传单 到现在还在用 也不觉得一点旧 也是为什么酒店都一直坚持用白色 因为如果是其他颜色 洗几次之后 就看到褪色 或者肯定很多客人会困难 为什么给一个旧的传单我睡 因为只要是彩色有图案啊 会看得出那一个成就感 所以白色是万能的颜色 也是最容易给人接受的颜色 因为他们主要就是比较简单 然后比较scandy一点的风 因为床单我们试过不错 所以我就reorder 但是我还是有手多 然后又order了另外两个东西 所以要试试看了 一个就是这个 memory form的pillow 还有一个 就是他们的duet 就是这个鱼绒被duet 哇真空包装的咧 等一下我们开箱 然后摸一下那个手感给大家看 还没有正式这些开封 还有使用之前呢 当然要做最重要的动作 就是拿去 sanitize 是的 所以你们 等我们sanitize 回来过后 然后再开给你们看 你的背应应该放最下面啦 朋友写我的名字 真的啊 哇很贴心哦 他们的annualsery 对啊 三周年 支持本地品牌 现在有了这个LG Styler 我们什么东西都拿去sanitize 因为这些平时是很难sanitize的嘛 这些是不能洗的 放下面 hold bedding sanitize no.2 ok start 一个小时半 等一下再回来 yeah Dry clean完毕 sanitize 了 安全 哇很香哦这个味道 还是热热的 全新的感觉真好 是猴鱼呢 ok 会 会 哈哈哈 这个本地品牌Gaias 真的是不得不夸他一下 因为短短三年呢 它的网上呢 都累积很多好评 对对对 而且是本地本土呢 制作设计的 所以就是直接从厂家 送到你的家 所以价格呢 是很实惠的 值得支持的一个品牌 嗯 价格大概那个 range 是在百多块到三百多块 可以讲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因为它真的是给到你酒店的感觉 但是价钱又不贵 很值得支持的是 它们的产品是标版全手工制作的 就是说我们要珍惜它们的手工艺 它是你讲的 手工制作的话 就会比较有爱心咯 就是因为这个品牌是全手工的关系 所以你的床的尺寸也是奇奇怪怪啊 例如圆形啊 四方形 但是你的四方形是不同的尺寸啊 或者是断角形啊 你以为是Squid Game吗 你还在里面出不来吗 Custom make的好处就是这样啦 它们都有特别定制 对 来现在我们就来讲讲 我们买了什么床单 我们买了Gaias的床单 不是 我这个是Tensile 它的是Corton 其实这两种面料也是Gaias 主要的材料来的 它没有其他的选择的 之前我们也睡过它的Corton 也觉得很舒服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Corton和Tensile的分别在哪里 所以我们手上这两款分别是 它们的100%的有机棉 对很滑哦我这个Tensile 我也是刚才靠手感 然后来分辨不一样的 Corton大家都懂有睡过 几乎99%市面上卖的Corton 就是一般的Corton 而Tensile就比较少见一点 它比较滑 这个也不是一般哦 这个是有机棉来的哦 这两个都是天然材质 都是天然的纤维 我们之前也是已经买过了 分别就是试过了Tensile 还有Corton 所以我们又再重复买回这两款 Corton 刚才你讲的很多人都知道咯 其实也是很受欢迎的一种 天然的纤维 Corton的弹性呢 唯一不同就是会比较差一点 但是手感呢很柔软的 而且你看 它这一款Corton呢 对我来说 我觉得它已经是很有光泽 每次来的时候 我会分不清哪一个是Tensile 哪一个是Corton 要用了一段时间过后呢 我才分得出 所以这个我也是 Sanitize过后 开始摸的时候 我才可以分得出 这个是Corton来的 Corton唯一不同就是 它比较容易皱着咯 你看 一抓紧过后 它就是比较容易起皱 它是100%Corton呢 比较像我们穿衣服 也比较100%Corton才舒服 碰到人体也舒服一点 对因为这样的话 它会比较舒适 也比较清肤 就是对我们皮肤睡在上面的时候呢 感觉会很不错 而且因为它多孔的特性呢 所以它透气性啊 排汗啊 都很好的 一年四季 就是我们热天的时候 应该是 Corton是不二的选择啦 因为我们平时睡觉的时候 都没有开Acon 我们都是开窗口睡觉 所以Corton也是很适合我们的 但是上一套呢 我们买了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是给孩子睡的 因为是100%有机棉嘛 所以我们自己睡的这一款呢 是Tensile来的 就是你手上的款 对啦 这款叫做Tensile Tensile 是天然木匠提炼而成的 是一种可持续性发展的 环保面料 它的纤维组织柔软 有一个非常光滑的表面 有绝佳清水 吸汗 后气性很好 而且非常凉爽 虽然敏感性肌肤 还有一些怕热朋友 睡觉会流汗的朋友 是很适合的 所以近年来呢 它被称为呢 请聚介的 San Nair Chanel 所以价格方面呢 Tensile会比Corton稍微贵一点 现在我们就来换床蛋 看看它一set里面有什么 只有两个枕头袋 诶? 这是造枕来的 很滑哦 是是是 两个枕头袋 很丝滑 哈哈 你考什么? 它的 quick cover 嗯 还有它有背 cover 对 像这样开工环 它枕头很舒服哦 嗯 因为是memory form来的 所以它是可以随着你的随姿 然后你的头的那个重量 来调整那个shape 而且刚才我摸了啊 它会是一个很凉的一种材质 嗯 枕头是139 OK哦 但是现在它好像有promotion啊 真的是好滑了 因为平时换床带那些臭床工夫 是我做的嘛 对的 你是居家好男人吗 对对对 臭床也有不给婴太太做的啦 我来做 OK 谢谢你啊 但是我觉得它的枕头带的滑度啊 整套都很滑我跟你讲 它比我们现在睡着的tensile更滑哦 你感觉上是这样啦 因为那个你睡久了嘛 哇哦 爽啊 感觉上你睡下去 那个脸会滑下来 试试 现在在套那个duet 值得一提的就是哈 它这个duet 连面料也跟床单是一样的 很少人会用这个duet的面料啊 用很好的 反正你还会再盖一个cover的嘛 所以这个面料也是非常好 非常的扎实 你看 看它的button 也有它logo 这个quickcover 嗯 我觉得tensor其中的好够就是够滑 很容易找到它的头 嘿 哇 前面我们有提到选床单我们看三样嘛 一个就是面料材质 所以我们选的是天然纤维而非人造纤维 再来就是它的密度 tread count 因为市面上很多床单都有标志 它有多少tread count 例如有几百千多 或者有些几千 对 几千就很夸张 很大部分的人都是看这个tread count 来决定啊 它的品质好不好 tread count是什么 就是一个平方映尺里面的直线和横线 都的数量 也代表着那一个沙线的密度 一般上来讲呢 tread count越高啊 它就越柔软 这样相比来讲 越低呢 就比较粗糙 通常来讲啊 它传品有200已经足够了 如果是三四百已经是优等了 Gaias的呢 不管是Cotton或是Tencel呢 都是三百的tread count 所以才会有感觉到好像酒店这样舒服的 总的来讲呢 这个tread count呢 其实只是一个参考 嗯 因为呢现在很多商家就是把它 short的很高 我们就会以为是很好 越高越好这样其实 对 又未必的 因为有些朋友呢 买了千多两千或几千回去呢 就觉得又闷又热 然后又不舒服 不透气 所以一个传单的品质呢 最主要是要看它的面料材质呢 还有它的变质的工艺 Tread count只是一个参考 所以呢 Gaias呢为了给我们品质的保证 还有信心 它呢推出这个 一百天免费四十岁的period 就是说这一百天里面如果你不满意 他们可以全额退还 我觉得传单都会不满意 还要退款的话 别说你是一口朋友 真的是我睡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 因为真的是酒店的quality 这样的价钱 性价比超高 讲到价钱 他们还有这个atomic installment 就是说分三期付款 而且是interest free 这个吸引 真的是吸引 所以不要等了 快快去订你的传单 是支持一下我们的本地品牌 我觉得投这个好的传单 是非常重要 因为可以提升你的睡眠品质 怎么说是每天和你亲密的接触 对呀 尤其是你有裸碎习惯的朋友 嗯 我就是裸碎 所以性价比这么高 然后又这么舒服 我们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好了我们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就点赞 留言分享 还有别忘记follow Equin 听下台 下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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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